我O-In 0050啊 不可以 你是Doraemon 有10公斤 当然赚最多钱 开始只能买得起蛋白区 嗯 后来0050 0056 又让我赚的比较多 就买一间蛋黄区了 辩论比赛我会输 对 但是如果有房子了 我输给你又怎样 我乐活大叔 因为我有房子才乐活 我如果还在租房子 你就乐活得起来了 哈哈哈哈 这家你想要的Londy家 左手0050 右手0056 有这样的佛系投资法 可以让你赚的安稳又不焦虑 但是你知道吗 除了有佛系投资法之外 还有佛系买房法 这招可以安抚你买房的焦虑吗 我们今天就请到我们的大来宾 乐活大叔 石胜辉师爸 欢迎师爸 我是乐活大叔 师爸 就是大家都说 如果你现在不买房的话 你以后也买不了房 你还有烦恼吗 我觉得你应该买得起的房吧 哈哈哈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 嗯 任何时间都该要买房 嗯 因为真的会越来越贵 真的 很多人说少子化 房子的供给一直增加 但是你不要想这种事情 万一没发生怎么办 常常我说辩论比赛我会输 对 但如果有房子了 我输给你又怎样 好拿窍哦 我又怎样 哈哈哈 有些人就会说 那不然我就把我的钱都投进去股市 然后我租房子就好 你觉得呢 大家就有个想法就是说 股票一定会赚钱 对 曾经有人说我们就买台湾50 0050就好了 对 你如果在上市的2003年买 对 一路到现在经过20年啊 是 年化报酬率7% 投资有一个七二法则 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年化报酬7% 等于你10年会翻一倍 嗯 房子有没有办法 没办法 但是7%是什么 假设的 你真的在10年之内 你每年都可以赚到7%吗 2022年啊 股市大跌 是 你能够只赔20% 你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那个7%是算出来的嘛 但是我常常讲 房子是确定的 嗯 股票是想象的 嗯 房子就算你买贵了 你还住在里头啊 那股票你真的台积链买1080 对 后来跌到800 你心情会不会压力大 我会 你房子买1080万 房子后来跌到800万 你还住在里头 你没感觉啊 是不然你觉得要准备多少钱 才可以买房子 以现在来看啊 以前第一桶金100万 我觉得现在100万买不到房子 至少要300万啦 因为你现在两层嘛 对 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买到1500万的房子 是 但是你要知道那300万里头 还要加一点装潢费哦 所以大概只能买到1200到1500左右的房子 对 对对对 要加进去 至少要300万 额外问一提 那之前你有说过大概要准备紧击预备金 6到12个月 那这6到12个月是算在 那里面还是额外算 要额外算 我觉得或许你6个月就好了 大概一个月3万块的话 大概20万 也就是说你最好有320万 20万是紧急预备金 所以万一你需要用 比较大的钱 你不需要去变卖股票嘛 因为卖股票可能赔钱啊 所以就避免你 卖股票变现可能赔钱 所以大概至少20万吧 至少20万 30万会更好一点 对对对对 那这个30万20万这个紧急预备金的意思是说我要现金放在那里还是说我可以投进去0050 0056 我觉得还是放现金好了啦 因为你就算30万嘛现在大概只能买7张0056 买0050还买不到两张 干脆就留现金好了 如果我今天已经买房子 我一定是势必我已经获利了结了吧 对 所以我才有现金去买房子啊 而且我就归零了耶 我原本的雪球变成这么大 那你现在又让我从零开始 我很心痛耶 哪有归零啊 这不就是你买的房子吗 有归零吗 他那个房子不在了吗 所以你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我觉得获利了结的重点是什么 你保值了 你把那个赚的钱已经变成一个实际的东西了 这叫保值耶 我觉得所有的投资一开始就是存钱 不存钱不可能投资 然后投资做什么 股票还是资金门槛最低 资讯门槛最低的工具就是股票 股票赚到的钱就要变成房子啊 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啊 我想说我又要重来了啦 而且哪有重来 你还有薪水啊 对不对 我想像这种重来是因为你看我 比方说假设我买0050 我当时买的价格 你看我现在获利了结出清之后 我现在买不到那个钱啊 你予以熊掌不能兼得吗 如果当然那么美好 这个人生还有烦恼吗 你不是乐活大叔吗 是我问你啊 我乐活大叔因为我有房子才乐活 我如果还在租房子 你就乐活得起来了 所以原来乐活大叔的重点是有房子 对我不会被房东赶走啊 房租涨了我也不怕啊 嗯 买了一个安定感 没错安定感 所以我没有归零啦 是没有归零 这一定要揪着你 绝对没有归零 把一个隐私出卖给你 他的房租是一万块 他饮食费用是九千三 交通是两千块 然后电信费用六九九 那他每个月还要还贷款三千块 学贷吗 学贷 然后他的生活用品是一千块 娱乐是三千块 加起来是二八九九九 我觉得两万九千块 恐怕以现在低薪的状况 不太容易还有钱拿来投资 但是呢 你可以去兼差啊 增加你收入啊 你不能说 我就一个月必须花两万九 我就算了 我就不要投资 我觉得一个月至少几六千块吧 对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需要有三万五千块的收入 但是万一 没办法兼差加这个工作 到三万五 到三万五怎么办 我觉得很多项目还可以稍微苛扣一下啊 饮食九千三 一餐吃一百块就好了 早餐不要吃到一百啦 交通费两千 台北市的那个捷运啊 一千二 一千二 所以这个交通费两千 或许可以降到一千五 少做几趟计程车嘛 娱乐三千 我觉得还可以挤一下 所以从两万九 我希望他可以至少挤到 只要花两万六就好了啦 你觉得最少投资其实是六千块钱票吗 如果说以薪水三万 当然现在最低薪资两万七 我用三万好了 你不要真的不努力嘛 只有领最低薪资不行嘛 你还是要努力 至少增加到三万 那六千大概就是五分之一啦 那其实我们年轻人想说 那我们拼一点 赶快赶快存到钱 然后来买房子 有几个方式 拳头0050 拳头0056 还是各一半 还是买兆风机 还是说台积电 我觉得工作是正餐 投资是负餐 你不能期待用投资 你就可以买房 或者可以让你生活过得更自由一点 我觉得投资是怎么样 增加你累积财富的速度 但绝对不是你唯一的方法 所以工作努力一定可能加薪 甚至被挖角 但是投资努力 不一定得到相对应的报酬 所以你刚刚说这五个方法 还有第六个方法 第六个方法是什么 努力工作啊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五个 好 我觉得投资最重要是不要焦虑 因为焦虑就影响你工作的情绪 哪一个方法 最适合你 最重要 这样讲好了 50跟台积电都是比较积极的 对 台积电占了50的一半 但是很多人说 我情愿买台积电 不要买50 但是台积电跌的时候 50跌的少 这看你的风险承受度 对对对 50跟台积电就是积极型的 嗯 那么那个保守型的就是 56跟兆风金 因为他们的股息 殖利率比较高 而且股价的波动比较小 那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就各办 各办 就是50跟56各办 就不要碰台积电跟兆风金 因为ETF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它风险分散 我O-in0050的 不可以 我觉得它还是要现实一点啦 你说O-in0050在200块以上 我保证你每天活在焦虑当中 因为那是24000年 那会不会再涨上去 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O-in0050在2万点 2万点 2万4000点 压力一定很大 所以还是定期定额 或许很多数学模型 告诉你O-in0050赚的最多 定期定额不一定赚的最多 但定期定额是心情可以承受的 O-in0050最简单啊 你是哆啦A夢有时光机做 你就是时光机 回到那个 回到那个最低点 O-in00当然赚最多钱 那是数学模型 但在现实生活 谁敢在一个地方O-in00呢 那可能都是事后才能知道说 在这个点O-in00是对的 但你在今天呢 今天180 O-in00对吗 我还是觉得不对 还是定期定额 是吧大部分人都知道 你是乐活大叔 佛系投资 根本是你的金字招牌嘛 可是听说你有佛系投资之外 你还有佛系买房啊 对啊 第一点 嗯 放弃台北市 蛤 台北市太贵了 绝对不要买台北市啦 那你负担太重了 新北市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买啊 第二个 不要买有电梯的房子 蛤 有电梯就一定贵嘛 贵你就买不起啊 没有电梯 年轻人爬几层楼算什么呢 那几层楼是几层楼 大概就是四层楼嘛 你超过五层楼就有电梯啊 你就买四层楼老公寓啊 老公寓怎么样 没有公社耶 实实在在的评数耶 现在你买电梯的华夏 公社可得30%是非常佛系的耶 大概都40到50% 吓死人就买那个拉比干嘛呢 我觉得失败你在颠覆我三观啊 等一下 我挑战你一下 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说 其实建议一定要买电梯的 因为一来是你转手比较容易 然后二来是因为趋势所示嘛 就是长辈年轻人 其实大家都不想走楼梯 你怎么看这个想法 没有电梯相对来说 当然是增值性比较差 关键在哪里 你要卖啊 90%的人一辈子买一间房子 谁卖啊 别管那么多嘛 当然啦 我觉得你如果不买电梯 对你老后确实是有点压力 因为你如果真的住四楼 走下很辛苦的 好好去重训啊 锻炼自己啊 而且好好地努力工作 你有机会换房子啊 但是我觉得低动房子 先求有再久好 你不要只想到说会增值 增值就会贵啊 第三个 不要买有停车位的房子 停车位其实是很 蛮贵的 很贵的 这样讲好了 一个月就算花一万块钱 对 租停车位好了 你一个停车位大概三百万 可以租到三百个月 二十五年内 我觉得真的没那个必要啊 所以不要买有停车位的房子 在旁边租停车位就好 第四个麻烦离捷运站远一点点 你住在捷运站上面当然贵 很方便对不对 很多年轻人说 这样我才可以把时间省下来啊 请问你这个时间省下来 做了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吗 没有啊 我前阵子去树林开刀 才赫然发觉树林的生活机能盒 因为我住院的时候 我太太帮我去买东西 什么都有啊 任何一家餐厅都有啊 所有的连锁店都有啊 树林绝对比板轿便宜嘛 你去买树林啊 树林搭火车哎 没错要搭两站的去间车 下一站是福州 再下一站就板桥 开始接捷运啦 他去间车要等好久 你这个就是天龙公司 去间车的那个时间都固定的 maybe有时候会delay 但是常常都是准时的啦 你就按时到那个地方去就好啦 总共六分钟 那个煤瓶可以省多少钱 煤瓶只要省三十万 三十瓶省多少 九百万呢 哪一点不好啊 真的耶 当然很多人说 房子的增值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对不对 树林的location差 好歹不是森林吧 带差其实生活机能好 你就是拿什么 拿时间来换比较便宜的房子啊 买得起最重要 不要整天想要赚 靠房子赚钱 再讲一遍 百分之九十的人一辈子就买得起一间房子 管那么多增值干什么 可是实吧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活在一个很失落的年代 跟您的年代很不一样嘛 您的年代是经济起飞 然后那个时候买房相对容易 你可能会回我说利率有点高 12%耶 现在几% 2%而已 那时候贷款乘数几% 50%耶 可是 现在80%耶 那等一下 我再挑战一下 可是你那个年代你看88年到90年 那个时候大家 我读历史的时候大家都说那时候是台湾前烟角木 跟现在哪能比啊 你刚刚说失落的年代 我也承认 那是大部分的人 失落的年代也有成功的人 你为什么认为你不是那个成功的人啊 好好的努力工作啊 好好的努力投资啊 就可以成为成功的人啊 并且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没办法嘛 是吧 听说你有三间房啊 不是听说我正式宣告过了 不是我想保佑你的隐私啊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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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倒是不用是不是 好那你有三间房 好那你第一间自住 那第二跟第三间 你也是用第一间的方法买吗 不会 因为我第二间第三间是为了因应我的长照的需求 哦 因为现在长照险对我这六十几岁的人来说 保费太贵了 我就买两间房子 一间是对应我太太的长照 一间就是对应我自己的长照 因为万一我们两个一起长照 好歹有两间嘛 对对对对 那你抓预算多少 大概在一千五百万上下 因为我不需要买太贵的 因为一千五百万上下 大概可以长照十年 我觉得够了啦 不然一真的 再活得比十年还久 哇又不是没有股票 又不是没有现金 这个时候不是佛系买方法了 这时候可能要注意location 因为要希望能够卖个好价钱才能长照嘛 跟第一间房子是不一样的 想法不一样 当然啦 这个时候一定要买电梯的 没有电梯其实很难脱手 对 但是还是不买停车位啦 为什么 因为停车位还是认为是不需要的东西 对对对 你可以去买一个房子 但是没有停车位的比较好 那第三个呢 当然是希望离市区近一点点啦 交通方便 我觉得第二第三间 因为是想要变现嘛 对 所以当然是希望location要好一点 比方说真的要买蛋黄区了吗 我有一间在蛋黄区 有一间在蛋白区啦 因为一开始只能买得起蛋白区 后来0050 0050 又让我赚的比较多 就买一间蛋黄区了 又在炫耀 这一集就在炫耀 如果不炫耀的话 人家会相信我是投资达人吗 哈哈哈 我以为你已经很有公信力了 你还需要证明吗 要要要 但我也没有买很贵嘛 因为房子你不需要买到5000万嘛 对 房子跟股票不一样 股票可以卖零股对不对 对 房子5000万就一次就5000万啦 但我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啊 我觉得一间在1500万左右 而且呢我有三个小孩嘛 希望不要被长照 那就一人一间嘛 进可攻退可守 哇今天这活大叔呢 给了大家非常多的建议 虽然炫耀也是很多的 哈哈哈 但是因为他想要认证说 他真的是投资达人 那我们就谢谢今天施巴的分享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